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啊 那么所有的外国人在中国都是享受叫国民待遇 也就是说中国人怎么看病 那么外国人呢在中国呢就是享受同样的这个医疗服务 他的这个享受服务的这个机会 或者说是服务的这个获得的质量啊 还有他的这个项目啊这些都是同等的 享受国民待遇 那么说到具体到这个新冠肺炎呢 所有的在中国的这些外籍人员 也可以享受到中国的这个新冠肺炎这个医疗服务 我们一直在关注舆情啊 包括关注人民群众对于看病就医的这些需求 那么在这些舆情反应当中呢 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说外籍人员在中国新冠肺炎就诊不及时 或者说有就医困难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反应 从各个国家的使领馆呢 我们也没有收到这方面的这个情况的反应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